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个礼拜 针对所有有枝 所有有枝的每一枝 它有两种A 这一部分 大家要一再的去给他琢磨 这边再提醒一下 所有枝里面的 我现在讲出是那个概念 爱其有有 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有就是烦恼 但是在这个地方是烦恼没有错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有 你要把它想成 有是什么 有就是说你这一生所造的A 结完了之后 会到其他道里面去 比如在另外道 到什么天道 或者是阿修罗道 或者是一些古道里面去 有是到 有的意义在这地方 当然是烦恼没错 可是就是说我们对有的概念 那个上面还要再扩大 就是说你会到其他的道里面去 那个是有 这个我们再提醒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在讲 就是我们那个下一章里面 会提到说这个十二云运法里面 有三苦三道 那么接下来就在102月的末 末端这边 接上103月这边 从102月开始 末端这边开始就在说明 说明这个十二有之里面的三苦跟三道 我们先来看这个内容 那下一章的三苦三道等于就是一个结论 好 始终无名圆形 乃至生圆老死 那个圆 那个圆就是所圆 所以无名 无名它的本类 无名本类就是能让众生迷于所圆 所以那个无名之后圆起什么 圆起下一支行 圆起行之 或者那个生可以什么 可以所圆老死 所以由无名甚至到生为圆 另行 它可以让这个行 行之乃至老死 不断的助长 不断的助长 这边在讲说你看就是无名 无名会圆形 到最后生会圆老死 这个在讲圆 所圆 然后接下来就是 它这个因为这个所圆 所以会令怎么样 令行 因为无名会圆形 甚至到生会圆老死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无名会圆起那个行之 那行之会又圆起下一支 这个是不断的互相助长 意思就是不断的轮回 前一支就是增长下一支 那个圆动力就是前面 就是我们上周所所复习的 就是每一支的两个 每一支都会有两种造业 好 接下来 第103 这边就是无名媚 行则媚 或者是那个什么 生媚 则老死就媚 所以由无名到生 不为圆 如果无名到生 到这个都不为圆的话呢 它就可以令了 诸行乃至 老死断媚不住成 这是给我们一个观念 因为你无名 既然会圆起下一支行 那反过来讲 就是说好 假设我无名媚掉的话 那个行之就媚 甚至到那个生 媚掉 老死就相对媚掉 这边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一个概念 因为它有所缘 我们知道它有所缘 假设它不有所缘的话 当然就没有下一支 这一句在告诉我们观念 始终无名、爱、娶、不断 就是烦恼道 无名、爱、娶、这三支 这三支如果不断 那就是烦恼道 行之跟有之不断 是悦道 有我们刚才有在复习 就是说你会转生到其他道里面去 转生到苦道 或者转生到天道 阿修罗道去 所以行之跟有之不断 那就是悦道 无名、爱、娶 那个是会让我们生起烦恼 所以我们称它是烦恼道 行跟有 这就是你不断在造恶 所以称它是烦恼道 其他分 其他比如说行 那个什么 六、醋、明、舍这些 其他的 其他的支 如果不断的话 那是苦 那是苦道 这个就是三道 三道里面有烦恼道、烦恼道跟苦道 要记住 这个时候有之里面 你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去了解 我们从前面的 他造恶的情况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无名、爱、娶 就是烦恼 那么行跟有就是恶 其他就是一种苦 比如说老死 是不是苦 是苦啊 那你那个什么 六入、六醋 有没有 六入还有醋 这些都是苦 好 那么 使前后祭分别媚 三道断 如是三道离我 我所 就是说 这个前后祭分别媚 前后祭 比如说我们讲说无名 无名 那个爱是 那个无名是爱的前祭 对不对 那 取是爱的后祭 这是从他每一支来看 可是你如果再细分的话 这一支会生这一支 这一支再生这一支 所以我以这一支做中心的话 无名是他的前祭 这个是他的后祭 对不对 假设说看到这一支 行是他的前祭 那么是那个什么 那个名色 名色是他的那个什么 后祭 你每一支来看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就跟那个锁链一样 前一链勾着下一链 但是你再细分下去 细分下去说 因为他有那个什么 两个链 第一个他的本链 这个是他的那个什么 下一链 这个本链就是会令我们 一直在迷惑 迷惑什么 迷惑所缘 无名的所缘 就是他无名一起来 那个什么 那个六四启动 无名一起来 六四启动 七字造作 其他五四都要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本类 让众生一直迷 迷惑所缘 这是本类 然后下叶他就有什么 下叶就是下叶的升起 升起下叶的因 无名就是升起下叶的因 你下面细分去看的时候 这个本类跟下叶 有没有 这个本类 这个是不是前后祭 你在细分下去 那是不是前后祭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 了解到说 这个有前祭跟后祭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 这个假设说我这本类灭 本类灭掉以后就没有 下叶就不起 前面讲就是说 我们放大来看 就是无名灭掉 当然就没有事 没有醒 如果你再细分下去 本类如果不照做 就没有下叶 就没有下叶的 再升起的理由 这个就是要讲 再分析这个道理 所以前后祭分别灭掉的话 那个三道就断 三道断 那么三道远离了我跟我所 这个我跟我所 我们再看了我跟我所 我们从这一支来看 什么是我 这个是我 对不对 这个是我所 因为为什么 这个可以升这个 它可以圆 可以圆起下一支 所以这个是我 所以我们这样再细分下去 是不是一个一个就清楚了 就不必再用图腾 图腾里面就是我 外面就是我所 你从这个所有音乐里面的每一支来看 这个是我 这是我所 所以前后祭 前祭妹 或是后祭妹 那个三道自然就断掉 那个三道就是 就是我们讲说苦道 烦恼道跟一道 烦恼道就是无名爱取 行友就是烦恼道 其他就是苦道 所以要知道就是我前后祭妹 这边前后祭妹掉 大致每一支的前后祭妹 那个 那个什么 三道就断掉 你再把它细分下来 就是每一支 每一支的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每一支的前后祭断 三道自然就断 那个我跟我所就远离了 所以我们 我们在任贼心讲的 我们讲那个图腾 有没有 这样 我们回到这个图腾 回到这个图腾 我们知道这个是我 外面就是我所 对不对 你这样来看 从这个我跟我所 跟我们细分到 细细解析到这个地方 这两个来看 对不对 这样对我跟我所 是不是更加的 更加的 详细更加的了达 对不对 我们再也不必说 这个里面就是我 我所 佛师能 能所 这边一样 你把它细分下来 他这两个页 一个是本页 一个下页 就是我跟我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对我跟我所 是不是更进一步了 这个就是维系 这个就是维系法 圣生法 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概念 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道理 反推回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圣生 更深 好 接着 无明圆形 就是因为观过去 那么是乃至受 是观现在 这个你每一次每一次去细细的 那个什么 咀嚼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乃至受 是观现在 那么爱乃至有 是观未来 于是以后辗转相续 无明媚行媚 观待断 就是说 这样我们都知道 这样在辗转 那个什么辗转相续 所以你从无明媚掉 或是行媚掉 这个是怎样 观待 那个观待的意思 观待 我们看 那无明圆形是观过去 观过去 这个无明跟行 就是在讲过去 这个在讲过去 那他说观待 这观待两个意思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本业 一个是待 待是下一页 他有生起下一支的动能 那就是待 所以他说这个观待断 有没有 无明媚行媚 观待 这个观待就断 无明媚 这个无明媚叫行就媚 对吗 这个观跟待 那个观待就要讲这个 接着 所有之名为三苦 那么始终无明行 前面是讲三道 那接下来就讲三苦 那所有之 这个所有之里面 所有的我们通通称到是苦 称到是三苦 这个苦里面都分成三苦 哪三苦呢 就是说无明行乃至六处 是行苦 这个就说从无明行是 明色六处到六处这个地方是行苦 因为这个六处 你是不是一直在增长 对 你从 从 从 成胎 你成了胎之后 开始要分裂 细胞分裂 细胞分裂 慢慢慢慢你就这个胎慢慢在成长 所以你这个六根 你六根 如果增长成熟之后 这一个人行 等于就是这个人就成熟了 就成熟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无明到六处 他是不是一个在增长 是不是在行 对 这个就行苦 那么处跟受是苦苦 其他就坏苦 这是对三苦的一个概念 这样了解吗 就是说 这比较重要就是前面 前面对无明到六处 这个地方 因为你无明 无明一直在迷惑 然后到无明行四 明是六处 到六根这个地方 你一旦无明起来照位 所以入胎 入胎 入胎成形就开始增长 到六处这边 这边是六根 六根 六根的增长 增长成熟 这一段 这段就是什么 行 是一种行 这是一种苦 那么处跟受就是苦苦 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出胎了 出胎之后 你就跟外界有所处 碰触了之后 你就有那种绝受 这两个东西就是苦苦 其他就是坏苦 所以了解到这个道理 一样就是无明媚 行媚者 无明媚或行媚 这时候就是三苦断 因为你无明媚 下一支行就媚了 那更下面的 更以后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接着 这无明圆行者 无明因缘能生诸行 这个无明圆行者意思就是说 无明啊 无明这个因 能够圆起生诸行 所以从无明 这个无明 无明 无明 无明开始圆起的时候 行出来的 世子出来 以后的十一支 通通都出来 所以假设 我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 假设好 就是一直在圆起 我无明假设不圆 我无明给他断掉 那相对其他 通通都不会有 所以无明媚 无明媚 行媚 以无无明 以没有无明 诸行 也就没有了 这边讲这个意思 以无无明 诸行义无 其他也是一样 所以啊 又无明圆行 无明圆行 是因为是什么 是生戏福 所以这个啊 无明圆起这个行 或者呢 行在圆起这个是 或者是在圆起什么 明色 对明色在圆起六处 六处在圆起什么 处 对 你这六根成熟有点要出来了 出出来就是处 对 处接下 处在圆起 那个受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圆起 这不断的圆起 所以啊 所以啊 他说无明媚 行媚 就是 就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没有无明 所以其他行就通通没有 所以呢 无明圆行 就是无明会圆起这个行之啊 这个就是 就是一种细福 这种细福 所以你那个行之啊 这个这个 这个生这个是细福 这个生这个也是细福 那么这个生下一个明色也是细福 所以前一支生下一支 那个就是一种细福 所以 无明媚 行媚 之后 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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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到这个有三道跟三苦吗 有三道是跟三苦 每一枝 每一枝 所有枝里面有分成三道跟三苦 了解到这个之后 你再进入细一点 细一点去分析 无明 我们前面在讲说有两个造叶 这两个造叶就是会造出下一枝出来 告诉我们就说你之所以会造出 你造出下一枝出来 那个就是一种细腐 这个是建立 建立对细腐的一个概念 建立对烦恼的一种概念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烦恼的源起 烦恼的怎么产生出来的 我们从《诺学经》里面了解到说 烦恼是这样出来的 那个时候是直接指导核心 但是我们回到 变成是菩萨行 你回到一个行者 你从凡乎到僧文圣 然后进入到圆解圣 进入到圣神法的时候 你对之前 所以之前所谓的那些名项 烦恼或是什么那些名项 在深入 这个细腐也是烦恼 这个细腐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前一支扣下一支 下一次扣下一支 那个就是这种细腐 所以就是烦恼 同样是称之后是烦恼 可是在这地方我们知道说烦恼 之所以称之后是烦恼 就是因为这样子烦恼无边 那就是用细腐 所以知道这个细腐之后 相对的 我们前面讲说你无名会远行 这个会远起行 行会远起事 知道这个道理它一直在远起来 假设我不远起它就灭掉 对不对 好假设我 那就说一个是远 我不让它远起的时候 就后面通通没有了 所以我假设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假设无名 没有无名的话 那后面通通没有掉了 就不远了 不远起了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到这个地方我们所知道就是说 明了道有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怎么去修 我们怎么修正 我们怎么让这时候有志不要让它出现 那就是那个相对大的 因为它会远起嘛 我不让它远起就OK了嘛 所以相对带出来给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戏服 这个带出一个观念出来 好那接下来就说 这边啦 无名原行者是随顺无所有官 那么无名媚 行媚者是随顺静媚官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就是关带嘛 对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会远起这个嘛 会远起这个嘛 这个远起这个就戏服嘛 我如果随顺无名 我顺着他 那就一直出来啊 所有是一直不断出来嘛 那那个假设我不随顺这个 不随顺这个就说 我让他灭掉 他灭掉自然后面就没有了嘛 那就不随顺 这不随顺 这样知道吗 因为这一句话可以等于就是说 对前面所说的一个总结 因为前面讲到说这个戏服嘛 前面只是一个告诉我们观念就是说 这个会生这个 这个会远起这个 假设我不让他 这个我灭掉 这个就不远起的嘛 就是一个对远起的概念 一个相对的概念 他会生嘛 对啊 很简单 我不让他生 就后面就没有烦恼了 然后这个戏服 来到戏服这个观念 一样的意思 他就是无名会生这个行 那就是一种戏服 好 如果我随顺了 我就顺着你 顺着你无名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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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服下去啊 你就烦恼无边啊 对不对 那我假设 我不随顺你啊 我不随顺我让你这个面 我不随顺你啊 就怎样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嘛 随顺就就烦恼出来 我不随顺其他通通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随顺尽媚观 一个是随顺无所有观 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你随顺无名就是生戏服 不随顺无名就怎么样 就媚戏服断戏服 接下来 性乐观察一味缘起 心肠极净 知足少事 解阴自得 不由他物 成就种种神通智慧 这一句话就是在讲 就是在前面前面讲的 前面在讲就是说 对这些三苦跟三道 从三苦三道慢慢的来 慢慢的解释 慢慢解释 解释到就是说 无名会原形 假设我无名给他媚 他就不会再原形 好 接下来又带出这个戏服 前一只会生下一只 那个是一种戏服 假设我随顺无名 假设我随顺无名 那就生戏服了 假设我不随顺无名 戏服就断掉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后面那句就说 怎么样 他说一心怎么样 就是性乐观察 就是说我们好好去解析 去解析这个问题 这个是怎么样 你一个一个解析问题就是 不由他物 不由他物 你一个一个去解析他 这个就是不由他物 这样知道吗 不由他物 不是说不必靠别人来 不必靠善知识来让我开物 不是这个意思 不由他物就是说 你就从所有之里面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 你细细去分析 细细去解析 你自然就得物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不必正于善知识来 不是这个意思 不由他物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了 今天就对这个重点 就对这所有之里面 所有之里面 从所有之里面 我们从他上礼拜的主题 就是说他每一次有两个月 本类跟下一页 他有从每一支里面有两种页 里面了解到 所谓的我跟我所 我跟我所 这个就是一种缘起 就是前一支会缘起下一支 假设他会互相一直缘起 知道他会缘起 假设我不让他缘起 那后面的就不会再生起了 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 因为他会缘起 那我就不让他缘起 那就是就就就就就就妹 对不对就妹 所以那个三苦三道里面 就是了解到每一支 你去分析每一支的那个 那个什么 每一支的那个他的所造业 你可以解析出三苦三道 所以你这个那个那个什么 前面这个缘起 这个缘不让他缘起的话 三苦三道统统断 三苦三道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之间 就是说我前一支会缘起下一支 会缘起 那个概念就是一种细腐 这种细腐 好 了解到这个细腐之后 那就是说 他会一直在细腐 就是一个前一支扣下一支 好 那接下来同样的概念 同样的概念 就是说我如果 如果随顺 随顺这个无名的话 这个细腐就出来了 那相对的 我如果不随顺那个无名 就不会有细腐这个现象 那后面那个烦恼就统断了 慢慢的就远离我跟我索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对十二因缘里面的 的一个圣圣法 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说 我们要 专心的去解析这个十二因缘 专心去解析它 你自然就可以知道 三苦三道 然后每一支里面都有两个A 然后呢 你又知道就说 那个我跟我索 然后知道就说 知道那个道理说 我要怎么去灭无名 因为这个无名是一个缘起 那我不让它缘起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当中那就是有细腐 一样的概念 我不让它生细腐 那你就怎么样 就悟 我让它生细腐 我就落入一直在轮回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最后比较重要 最后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 那个什么 随顺无名 就是生细腐 我不随顺无名 就是怎么样 细腐就断 最后那句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